白花花的鈔票是上班族 每天認真上班討生活的最終目的 但同樣領著固定的薪水 有些人卻能把錢變大 有些人卻是越花越窮 對於上班族來說 當然希望薪水可以換來更多收益 目的也是希望減輕日常的負擔 對於錢該怎麼用 每個人的見解可能不一樣 能創造的價值就會產生差異 出過不少理財相關書籍 的楊千玲博士就點出 能創造更多財富的人 用錢時花更多的時間思考花錢的效益 其實關鍵也在於他們更有自制力 這個調查就是說就是別急著吃棉花糖 假設就是同樣給棉花糖給一群小朋友吃 他們做實驗就是可以忍受之後 就是如果晚一點吃棉花糖 他可能將來可以得到更多棉花糖 就發現說如果可以晚一點吃棉花糖的 他們將來的不管是在學業啊 或是在成就上面 他們其實是都會比急著吃掉棉花糖的人 會更有成就 這項實驗是1966年到1970年史丹佛大學 針對幼兒園小孩所進行的研究 他們可以選擇一份獎勵 像是棉花糖或是餅乾 但也可以選擇等待一段時間之後 得到兩份獎勵 最終結果顯示 不論是學術測驗成績 教育成就或是身體質量指數 願意等待的小孩表現都更好 但這並不代表要犧牲生活當中的小確幸 我花的喜歡我可以換的開心 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你花的東西上去 OK這個東西可以增值 那叫附加價 不一定要 但這個前提的假設是 你沒有花錢花過度的狀況 你不要跟我說你是月光族 然後我說我沒有 那個我這樣花錢很爽 我是要這樣花 這又不對 這有點矯枉過正 你要花的 所以我剛才講的前提是 花的快樂前提是 你花的是適當的錢 消費的目的和背後的意義 正是影響你總向不同道路的關鍵 因為浪費和花費天差地別 不過專業投資人也提醒 善用錢也不一定要很有錢 從小地方就可以慢慢改變 其實大家都聽過十分之一理論 你十分之一去買 尤其是這個所謂的小吃醋 你十分之一拿去買保險 十分之一拿去把錢存起來 去做投資型的ETF也好了 黃金也好了等等之類會漲價 長期會漲價的東西都好 這就是那你剩下的錢不就是你可以花的錢嗎 學什麼是錢 學怎麼花錢 學怎麼賺錢 學怎麼存錢 學怎麼去回饋社會 就是捐錢 就是從怎麼認識錢到錢的運用 這是我小朋友三歲的時候我開始沒辦法看得出 同樣是錢怎麼使用可能造就不一樣的人生 因為有些人在乎的是短暫的快樂 但有的人卻能將眼光放在未來的效益 TV月新聞就算微信單詞推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4月1日 4月1日